當時三平里的婚姻家 因為這大企業的管理環境不清 造成整體工師一宅拖延 這個事情在立委老建國的協助下 將於在看這個剪定後 向水理室進出2,000萬的經費 典開第一期的整體工場 並且順利在今天的基盤完工典內 最後經費剪定後 就是要來進出這個經費 這裡全有任務就好 所以這部門我特別要跟人處理感謝 我當然要感謝很多人 包括稍微這個 我們救議員 其實當委來對婚姻家和我同樣的心情 我們同事一次 我們跟他共同打招 除了這部門 其實當時都想要弄到 但是坦白說就是 定位不清楚 很難處理就對了 立委老建國強調 婚姻家一家裡得到的河川 將來最佳優也需要做會經典 以為讓房秘環境的安全更清晰 尤其三平里這段 來完成 意義很大 這段問題對上頭對下頭 我們落實要把中央的相關部會 來進出去 我覺得都會進出順 進出順 進出順 在地坑基民 幾年的願望中意實現 國議員就需要特別代表市民 感謝老建國的倒三天 以為 這項整理工廠 對地坑的交通 和環境衛生幫助很多 要來後火車站這裡 我們有三條路 本來是跟西平路這個地下頭 現在還有這個台西科院 我們這個已經有打通了 再來這條打通之後 可以把我們後面 明德北路這邊這裡 都說冷凍蚵麥都吃起來 我們最主要 我們這個第2期跟第5期的 下水到污水工程 我們現在直降起來後 後面那些有的污水 就都截流掉 就不會再這樣燒燥 我們現在看到 還說水沒有改清 是不是這樣 本營化三平堂的整理工廠 可以順利進行 當地的方向也出很多難 將來白水工廠行業完成後 可以進一步改善本營化水 受污減的程度 減少草味的產生 記者有名為插航報得